7月7日 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 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进行视频通话 李作成说 习主席强调 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拜登总统多次做出四不一无意的积极表态 中方对此高度重视 只要坚持两国元首战略引领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中美完全可以共同发展 相互成就 当前形势下 两军要秉持相互尊重 客观理性态度 进一步加强对话 管控风险 推进合作 而不是蓄意制造对抗 挑起事端 相互排斥 李作成的强调 中方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 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 如果有人肆意挑衅 就必然遭到中国人民坚定的反制回击 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开历史倒车 停止美台军事勾连 避免冲击中美关系和台海稳定 中国军队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双方认为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发展 避免引发冲突对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双方可就此保持沟通 双方还就海控军事安全 乌克兰危机等交换了意见